现实版被嫌弃的一生吴卓琳真实演绎了 很难想象一个整天嚷嚷着要拯救世界保护地球 无时无刻不再宣扬爱的人居然不爱他的女儿 成龙 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得了 2017年成龙和吴启力一生的女儿吴卓琳宣布出轨 后来和女友跑到加拿大生活 谁曾想现如今他竟沦落到领袖巨梁的地步 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看着极其落魄 虽说领袖巨梁在国外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况且人人都有资格领 但如果不是形势所迫 谁愿意双手朝上靠别人施舍啊 明明老爹有钱到各种做慈善捐钱捐物什么的 还曾扬言要把私人飞机捐给灾区使用 但到头来吴卓琳连一碗饭都没吃过他的 至于遗产当然是房祖明和林凤娇的 在成龙眼里他对儿子是亏欠的 对原配妻子是抱歉的 吴启力和吴卓琳骂不好意思你们哪位 讽刺文学respect了 父亲不认自己也就算了 母亲还不懂教育 生下吴卓琳时吴启力才二十出头 还是个孩子呢 他哪里明白做单亲妈妈的苦楚 在做妈妈这方面 吴启力一直在妇客上一倍的错误 吴启力小的时候爸妈就离婚了 母亲会把生活费丢在地上 让他像狗一样趴下捡起来 还会在半夜三更发疯似的跑到他房间 大吼大叫 逼他去找成龙 脏话什么的也是张口就来 已经在发抖了 吴启力尝试去找爸爸 但两人见面时间不到一小时 说的最多的竟是嗨和败 擅自怀上成龙的孩子后 他欣喜若狂 以后人生终于柳暗花明 未来终于有了个依靠 但他不知道的是成龙本是浪子 他压根不在乎吴启力能不能给他生载 他只会怀疑对方是否别有用心 要不怎么说别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呢 吴启力只好独自抚养女儿 用从母亲那里学来的高压教育辐射吴卓琳 举着厚厚的瓷海长达三个多小时 孩子不听话就用皮鞭抽 直到对方见到自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为止 不允许女儿写自传 认为那是成功人士才做的事 吴卓琳尝试自杀 但母亲吴启力不但不害怕 反而自我安慰到 我等他痛了以后再去救他 你们年轻人动不动就喜欢割手腕 看看小龙女的手腕吧 是真的触目惊心啊 吴卓琳不是没想过解脱 他劝说自己忘掉生父 其实他在我心里没有好或坏的印象 因为我不认识他 他带着女友逃离原生家庭 哪怕只能住桥下 因为没有生活来源 吴卓琳曾因没钱交房租 被房东赶出来 大清早的流落街头 后来被母亲带走 镜头前的他头发油滋滋的 一边夹着香烟 一边看着女友数兜里为数不多的钱 思考着该如何开源节流 把日子过成这样也是没水了 更要命的是这个女友的身份 他明明是名校出身 做过心理咨询师 还有过一段长达九年的异性恋 但在遇见吴卓琳后 一言辞职做网红 性转不说 还渐渐失去经济来源 专心肯夫 片子含量有点高 就是说 但吴卓琳很信任女友 当初官宣恋情时 他连发两条推文 一条是亲密合照 一条是彩虹图 立场非常鲜明 为捍卫爱情 他不惜离家出走 比母亲同意 日常也是各种秀 根本没在怕 看得出来 吴卓琳很珍惜这段感情 也有在努力变好 如果对方真是个 片钱骗爱的坏人的话 他估计会疯吧 好想抱抱吴卓琳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劝他